嗨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麦说,本期继续分享道次第的引导,之前分享了前三个部分,如何按三世道的施设,循序渐进地成就菩提果,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菩萨道的基本内涵,以及如何发起菩提心。 先来聊聊菩提心带来的两种殊胜利益,第一种是全实利益,是指人天果报,人天果报也分两种,一是不堕恶趣,二是投生善趣,当发了菩提心,就不会堕落恶趣,同时能在未来投生善趣,这是学佛必须具备的处境和条件。 一旦发起菩提心,我们在无尽生死中积极的恶趣之音就能被净化,也就是说,菩提心有净化业力种子的功能,颤除业力有四种方式,其中的一指颤,就是通过发菩提心达到净化业力的效果。 善恶业是不能互相抵消的,善业是善业,恶业是恶业,善是指普通的善行,而菩提心代表生命中最为强大的力量,有转化业力的功能,因为业力是建立在我们的心念上,也是无自信的,如果心彻底改变,业力也会随之改变,因为它并没有离开心,明白这个道理,就能理解为什么菩提心能净化业力,并能断绝业力的相续。 一旦叶种子被菩提心净化后,它就不再起作用了,不能继续影响或伤害我们。 造下的善业也是有受镜像的,一旦感果就结束了,不会没完没了的感果,但如果发起菩提心,有限的善业就会变成无限,就像一滴水,本来很容易干掉,但让这滴水汇入大海,它就是无限的。 发起菩提心之后,我们所造的善业会成为菩提心的一部分,在菩提心的奢侈下,使过去所造的乐趣之音增长广大,成为无限,包括我们发起菩提心后所修的一切善行。 将来的果报也是无穷无尽的,因为菩提心是无限的,任何有限的行为,建立在无限的心形基础上,都会成为无限。 其次发菩提心带来究竟的利益,主要有两种,一是解脱轮回,二是正变之,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 解脱轮回和无上菩提,都是依菩提心成就的。 认识到这些殊胜利益,认识到菩提心能带来现前和究竟两大利益后,如果没有强烈想要获得的心,没有迫切的愿望,一点用都没有,因为你对那些利益无所谓,它们也不能成为修行动力。 这就必须通过观修,对发心的殊胜利益升起欲得之心,觉得这些利益对生命非常重要,凡夫常常会有这样的心理。 比如知道佛果功德很殊胜,但总觉得和自己没多少关系,也就说说而已,不会为此行动,所以必须认识到,这些利益并不遥远,而且和自己关系密切。 需要对此有深刻认识,从而精进,努力地发心,尤其要避免的问题是,学了教理之后,每天会说很多大道理,也会对别人说,说的时候有声有色,很有感情, 但说完就过去了,自己都没当一回事,说到后来就会成为习惯,说道理归说道理,心形还是依然故我,丝毫不会受到影响,照样还是用贪嗔痴的心做事。 如果不下点功夫,很难从这种习惯走出来,我如何才能对发心利益升起欲得之心? 这就必须修习共中事和共下事的所有意乐,只有这样,才能意识到现有生命的处境,凡夫往往看不清自己的处境。 佛经曾举例说,就像一个人被追赶,跌落井中,虽然抓住井口一根藤,没有掉下去,但上有追冰,下有毒蛇,还有老鼠随时会把藤咬断。 在如此危险的处境下,井外有个蜂窝,往下滴着蜜,正好滴到他嘴里,这一点点的蜜,就让他忘了所有的危险。 其实凡夫也是这样,贪图眼前那点五欲之乐,就忘了自己在轮回中的处境。 如果我们很清醒,能认识到轮回多么危险,就会急于得到菩提心的胜利,否则生命实在太惨了。 宗大师提醒我们,要不断念死无常,念三恶道苦,看清自身处境,知道狭满人生是唯一可以解脱的机会。 如果不抓住机遇,这个身份随时会失去,一旦死亡,很可能堕落恶道,不得解脱。 当我们深刻认识到生命是无常的,认识到轮回本质是痛苦的,认识到狭满人生是难得一失的,就会发现菩提心的利益是多么重要。 这种心形必须通过不断思维中下世意乐来引发,如果不发心,是无法从轮回出离的。 想要修习菩提心的胜利,必须生起慈心和悲悯。 每个人多少会有一些同情心,只不过有的人力量大一些,有的人力量小一些,如果没有悲悯,菩提心就没有心形基础了,更不可能成就佛菩萨的大慈大悲。 慈悲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因为人性有这种因素。 就像人有贪心,才会成为贪得无厌的人,有称心,才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 如果根本没有贪心和称心,就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。 同样,我们要成就佛菩萨的大慈大悲,必须从人性中的慈和悲开始培养。 慈世给人快乐,我们看到众生没有快乐,希望给他快乐。 悲是为人拔苦,看到众生流转三界,痛苦不堪,发愿拯救他们,张扬人性中的慈和悲,是成就菩提心的根本,否则,利益一切众生就是空话。 说到慈悲,到底有几分真切?是发自内心,还是停留在口头说一说?为什么不能落实到心形? 宗大师指出了关键所在,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轮回中的处境? 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,即使生而为人,也是苦多乐少。 对这些苦,我们是否有深刻的认识? 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,轻飘飘地说着,而不是想到真切处,觉得毛骨悚然,这就意味着,我们对自身的处境和痛苦还认识不足。 那么对其他友情在轮回中的痛苦,也不可能有多少感受,必须自己对轮回苦有真切感受,不堪忍受,才能推挤吉人。 想到六道众生都在轮回中受苦,如果自己对这些都无所谓,没感觉,却说什么对众生在轮回中受苦,不能忍受,不过是说说罢了。 所以说,真正对六道众生心生慈悲的前提,是自己深刻认识到轮回本质是痛苦的,对轮回之苦不能忍受,才能将心比心,对众生苦有切夫之痛。 入菩萨行论说,如果我们不思维自己在轮回中的痛苦,甚至做梦都没想过轮回本质是痛苦的,却说要利益众生,帮助众生出离轮回,这种心怎么可能真正生起? 六,如何才能发起利益一切众生的心? 在下世道的修行中,想着自己不解脱轮回的话,就可能堕落恶道,承受痛苦。 在中世道的修行中,不仅要看到三恶道是痛苦的,还要看到天,人等三善道是痛苦的。 总的来说,要观轮回本质是痛苦的,没有远离烦恼的究竟安乐。 轮回中,快乐是暂时的,痛苦是永久的。 当我们对轮回苦有实质性的认识后,推挤吉人,想到一切众生都饱受烦恼,生死的痛苦,才有可能真正生起慈悲心。 这是发起菩提心的重要前提,在凡夫阶段,这是两种心形力量,因为有慈悲心,才能发起菩提心,因为有菩提心,才使慈悲心得到壮大,成为大慈大悲。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,到佛菩萨的身上,就统一起来了。 总结来说,发起菩提心,首先要修习下世道和中世道的意乐,如念死无常,念轮回苦等,这是引发菩提心的方便。 菩提心说一说,比较容易,再做上观想也比较容易,但要对每个众生生起无限的慈悲,生起真实无伪的利他心。 天下没有一个你不愿帮助的众生,那是很不容易的,但如果我们不断地念死无常,念轮回本质是苦,就会认识到,想要走出轮回,只有发出离心。 发菩提心,没有第二条路,不这样做的话,我们有的还是凡夫心,将饱受轮回之苦。 唯有发菩提心,才能成就无量功德,才是生命的唯一出路,哪怕现在不那么想发,发得很困难,但是也可以先种下菩提心的种子。 所以对中世道和下世道所说的皈依,业果等法意,应该努力修习。 皈依不仅是学佛的开始,同时也包含重要的修行。 此外还有业果法则,是佛法的基本纲要。 对这些内容都要反复思维,作为修习菩提心的前行和方便。 七之皈依,吉普贤菩萨七之共,整个下世道和中世道的内容,都是成就菩提心不可缺少的方便。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,仅仅通过七因果,自他相患,菩提心是很难发起的。 你说观一切众生如母,想到众生在无尽轮回中都当过我们的母亲,那也没用。 很多人连现在的母亲都顾不过来,哪管得了那么多母亲,但通过中世和下世的思考,你会发现,不发心是没有退路的。 这比七因果更有说服力,因为这是你自身的处境。 每次观修菩提心时,都要一念中下世的意乐而修。 这点很重要,如果认识不到中下世意乐和菩提心的关系,就会把三世道割裂开。 以为上世道就是上世道的修行,中世道就是中世道的修行,下世道就是下世道的修行。 在学习到次第前,很多人存在这个问题,没觉得有这么密切的关系。 如果认识不到中下世的意乐和发菩提心的关系,菩提心就发不起来,还有一些人则相反,只发中世,下世的意乐,不发菩提心。 这两种都是升起菩提心的障碍,将得不到菩提心的利益。 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注意,以上就是道次第学习的六个点的引导内容。 发菩提心不仅是道次第的核心,也是佛法的核心,也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有因缘种下这颗珍贵的菩提种子。 感谢大家的聆听,愿佛法的智慧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内心体悟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,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小麦的频道。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,那我就继续努力吧。 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